恐怖分子将两枚核弹装好引爆装置 然后用叉车将核弹运到F117的下方 接着在叉车司机的操作下 两枚核弹很快就装入F117弹舱内 当一切准备好后 驾驶员小黑找到了恐怖分子头目 问他飞机何时能起飞 头目表示一小时以后 殊不知就在这一小时的时间内 他们所有人都将隐恨西北 此时马克等人早已偷偷溜进了基地内 趁恐怖分子不注意他迅速冲了进去 快速解决了多名恐怖分子 然后将被恐怖分子抓获的F16飞行员小高解救了出来 经过小高了解了基地内F117的情况后 他们开始分头行动 很快小高就控制住了F117的驾驶人 并迅速将小黑压到飞机棚内 两人一见面就开始互相嘲讽起来 原来他们两是老战友 只不过两人信仰不一样 聊了没多久马克实在受不了 于是交代小高让他驾驶F16返回前 先将小黑解决掉 说完马克转身就走向F117 带着女同事一起爬入了F117驾驶舱 同时飞机棚的大门快速被打开 接着在马克熟练的操作下 F117很快就进入到飞行跑道上 然后马克开始加大推力 飞机没意会就离开了跑道 就在小高准备解决小飞时 他突然从腿部拿出手枪对着小高 两人就这样拿枪对峙没多久 最后只听到一声枪响 随后小高拿起无线电通知了马克 表示小黑已经驾驶F16去追基尼 说完小高就隐恨西北了 F117飞行没多久了F16就追上来了 小黑瞄准后立刻发射了一枚导弹 导弹笔直地朝着F117飞去 就在F117要被击中时 马克快速发射了两枚干扰弹 这时导弹刚好击中了其中一枚干扰弹 马克见到这种情况立马开启最大推力 但再怎么快还是快不过F16 很快F16就飞到F117的旁边 小黑表示这下你应该没有干扰弹了 看你接下来该如何躲避我的导弹 马克也不惯着他 直接让他放马过来 听到这话小黑立刻将飞机再次开到马克后 瞄准系统锁定好后正准备开火 谁料马克正式开启隐身系统 F117瞬间就消失了 就连瞄准系统上也消失了信号 这把小黑瞎门了 他没想到F117上的最新科技 马克竟然知道 小黑表示自己早有了对付F117隐身的方式 说完他开始改变航向 到达一定的高度后 他开始用机枪不停地向前放弹 没想到真的被他发现了隐身状态下的F117 他立刻朝F117发射了一枚导弹 马克见状立马将隐身装置关闭 同时把飞机速度降下来 飞机刚显身导弹刚好擦边而过 然而小黑还没有反应过来 瞬间就冲到F117的前面去了 这下该轮到马克了 武器系统锁定后 马克快速发射了一枚导弹 小黑虽然知道有导弹来袭 但没来得及规避 导弹瞬间将F16轰成了渣渣 马克他们终于没有危险了 最后他们驾驶着这架先进的F117返回了基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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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